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处理HP协议 肯定就可以再继续网把这个问题细分成 用Java怎么来处理Gate的请求 怎么来处理Post的请求 怎么来处理Session或者Cookie 一定会落到这样的一些技术问题上 好 当我们能够把问题细分到这个地步 那接下来呢 很多问题就好办了 因为呢 我们的问题相对来说就非常的具体化了 比方说我现在呢就可以到搜索引擎里边去搜索关键字 Java处理Gate请求 Java处理Post请求 Java处理Session Java处理Cookie 我们就可以去尝试着去搜这样一些关键字了 那当然呢 搜索这些关键字以后呢 我们会找到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答案 我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呢 就需要有一些这个判断和筛选了 不是所有答案都是最优的 也不是所有答案都是完全符合我们真实的要求的 所以这些过程啊 其实都需要大家的就是一个经验的积累 那同时呢 多去深入去探讨问题 多看一看别人怎么说啊 多去取别人的一些长项 事实上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我其实只需要给大家提出问题 提出最终问题的一些落脚点 相信大家都能够啊 有机会去能够把这些问题做一个解决的 只不过在这个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 一方面啊 思路肯定是我们首先要保证清楚 那么在解决具体的问题当中 我们呢肯定还会遇到更具体的一些问题 那么在遇到这些具体问题的时候呢 咱们呢就继续的具体的来解决就可以了 这都不是什么问题 最关键的是啊 我觉得事实上 能提出问题 这个挑战远远大于啊 解决问题 所以多去思考 好吧 那么先这个 回到这个证据上来 我们来看一看啊 加瓦能够去处理这样的一些东西 但是怎么样和我们的这个论坛 相关联起来 相关联起来 那这是第二个问题 如何与论坛发帖的行为 关联起来 每一个单独的技术知识点 我们如果解决了以后 接下来就要考虑的是 我们最重要解决的是发帖的这个问题 那怎么样把这些技术 能够用于发帖的这个过程 这是我们首先 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建议大家就可以 因为我们前面也学习过 Feeder 学习过HP Watch 我们呢 不妨就从这个 发帖的整个过程 开始入手 看它的一个数据包的构成 看整个发帖 我们需要做哪些关键的操作 然后呢 慢慢的再看这些操作 再细分 这些操作能不能跟我们现有的 所用的那些技术点 能够进行一些关联 那 现在呢 咱们就不妨啊 打开浏览器 来把整个 发帖的过程 一起来走一遍 然后看看里边呢 哪些东西是跟我们的一些技术手段 是能够有关联性的 那么 先启动我们的这个 web服务器 确保论坛是可以正常访问的 打开浏览器 访问我的论坛 这就是我们前面 安装的这个论坛程序 先退出 那我们应该都有一种 概念 就是要论坛里边 要去能够发一个帖子 首先要做的是登录的操作 好 打开HP Watch 登录的操作 登录的操作呢 分两步 第一步呢 是我们点击这个登录按钮 这个点击过程呢 事实上 它产生的是一个Gate请求 我们不妨通过HP Watch 再来看一遍 先把缓存清空 再清掉已经 记录下来的这个 请求 我们来点 登录按钮 我们来看看啊 进入到了登录的这个页面 它的是一个Gate请求 所以 点击登录的这个过程 我们呢 可以使用Java 发送Gate请求的方式来解决 好 进入到登录画面以后 咱们呢 要做的就是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好 这些该有的选项 这上选 好 点登录 根据前面所学 我们知道 这个提交用户名和密码的这个过程 一定会使用Post的请求 我们看到Post请求在这 所以呢 要真正能够把这个用户名和密码发送过去 咱们呢 要想办法让Java能够发送一个Post的请求给服务器 所以呢 跟我们的第二个知识点 Post也能够使用关联起来 那么我们知道了Java怎么发送Post的请求 自然而然就知道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用户名和密码发送给服务器实现登录的操作 好 登录成功了以后 再来看 我们要去发帖的话 要会选择一个板块 这个板块到底是Gate请求还是Post请求 咱们来看一看啊 登录完了以后 这是跳转到登录的首页 这边呢 这边呢是进入发帖的这个板块 这是进入板块的这个页面 这个请求啊 我们可以看到它也是一个Gate请求 所以呢 技术上也没有问题了 好 进入这个板块以后 点击发表 新帖 又是一堆Gate请求 现在不管它了 好 进入到正式发帖的这个页面 我们输入帖子的标题和内容 其他的呢 咱们可选可不选啊 保持默认就可以了 然后简直提交 这个过程毫无疑问发送的 也是一个Post请求 OK 没有问题啊 我们刚才也看到 录了一个Post请求 这登录的Post请求啊 下一个 这边界面有点小啊 咱把它放大一点啊 在这 这个Post请求 好 所以的话呢 这样我们的一个发帖的过程就实现了 那怎么样疯狂的发帖呢 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 我们呢 循环 让它循环一万次就可以了 第二种方式呢 相对来说 技术要求更高一点 就是我们利用多线程的方式 不是同时循环一万次 然后顺序的发 而是呢 同时可能就是 一百个 甚至五百个 这个 线程在同时发 那么要实现发一万个帖子呢 每个线程只需要循环二十次就可以了 这是一种技术手段 所以呢 这方面都不难 我们就用最简单的方式 循环一万次 也可以解决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呢 咱们可以先缓一缓 先弄清楚轻重缓击 那现在我们就要来解决的就是 怎么样用加网能够发送Gate的请求 发送Post的请求 好 这就落到了问题最核心的点 如何发送 那问题呢 进一步在西化了 那这边到底跟Session和Cookie有没有关系 好 这里边呢 就是我们真正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了 其实我们通过手工的操作的整个过程呢 我们会发现 其实跟Cookie跟Session没什么太大关系 因为这些东西呢 浏览器都帮我们处理了 但是如果是我们要用纯粹的代码 来做这件事情 代码本身 如果我们不去让这个代码实现 处理贼心处理库派的这些功能 代码本身是不会去把我们处理的 所以呢 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分析一下 到底要不要去处理这些东西 事实上呢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实现发帖 首先就必须要做登录这个操作 一旦我们要做登录的这个操作 那么一定就需要让服务器能够知道 我们这边是处于登录状态 服务器才会呢 让我们有权限能够去发帖 那我们所以一定会需要去维护一个 一个Session 维护这个状态 那么 登录过后这个状态 登录过后 我们发了一个get 这个pose的请求 再去发帖的时候呢 又是另外一个pose请求 那么这个pose请求的能不能成功的发出 取决于我们前边有服务器认为 我们的状态是否是处于登录状态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代码呢 去维护这样一个状态 把这个点记下来 第一个关键点 Java怎么来发送 第二个关键点 如何维护Session 如果我们不去维护Session的话 那么即使我们发了一个pose请求 实现登录了 但后边我们在发帖的时候 这个pose请求一定会发生失败的 除非我们这个系统有漏洞 根本就在发帖的时候 没有在检查我的状态 否则一定会发生失败 这是我们前面已经论证过的 所以呢我们毫无疑问 还是需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Java如何来维护这个Session 那么这个问题呢 结合着HTTP沃奇这个工具呢 前面已经给大家做一个 做过一个介绍 就是我们到底是怎么来维护 这个Session的呢 好我们先从这个登录开始 这个登录成功以后 这个请求开始往下看 当这边登录成功了以后 我们在下一个请求的时候 大家会看到 我们这边是不是会出现一个 93641下滑前 Windows user这么一个 变量 这个Cookie的变量 同时呢会对应一长串 加密过的一长串字符 登录成功之前呢 我们看看啊 登录前的上一个请求 毫无疑问 它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只有当我们登录成功了以后 才会为我们生成一个 Windows user的这么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呢 其实就是用来 我们跟服务器端通信的 这么一个Session变量 那这个Session变量呢 它是从哪来的 咱们要需要了解 知道 我们来看看 Post请求本身 当我们一旦登录成功了以后 其实你会发现 服务器就会把这个 Session变量直接 反馈给我们 响应给我们客户端 那么它是一种 作为Cookie的形式 响应给客户端 那客户端接触到 这样几条Cookie值了以后 这都是登录的这个过程 服务器端新生成的 一些Session值 那么客户端接触到 这些Session值以后呢 它会把它保存在 我们的浏览器这边的 Cookie文件里边 所以我们呢 去这个Cookie文件里边 也是可以看到这些 Session变量的 它会保存在Cookie当中 相当于来说 再巩固一下 Session是放在服务器端的 Cookie是放在客户端的 他们的表现形态 都是一致的 前面的课已经给大家说过 那么服务器以Session的方式 生成了这样的一些值 那么浏览器呢 在客户端保存起来 当下一个请求的时候 浏览器呢 会以Cookie的方式 把保存在我们Cookie文件当中 这些值呢 再继续主动的 记住一定是主动的 发送给服务器 让服务器呢 记住我们的这个状态 如果这个值我发错了 我们在飞顿那儿的时候 也看到过 如果发错了 服务器呢 会是认为我们是一个 新的客户端 是没有登录成功的 所以啊 一定是主动的去发送给服务器 让它确认我们的状态 那所以呢 这个过程 对大家来说 可能是一个难题 这个难题在于 首先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理解 C型和Cookie 如果都没有真正理解 它的工作原理 我们更谈不上 再用Java代码去维护 这个东西了 前提是真正理解了 C型和Cookie的这个工作过程 接下来再来考虑 怎么用Java来获取到他们 比方说我们现在 发送一个get请求 浏览器主动的读取了Cookie文件 并且能把这个值作为Cookie 作为Cookie的这个字段 发给了服务器 那么我们Java也同样的需要 一方面读取到这些值 另外一方面呢 再把它发给服务器 这两个过程都是我们需要去做的 那这两个过程去做的话 又该怎么来解决 这是我们又提出的一个新的问题 Java怎么样来维护这个Cookie 所以大家再回过头来看看 如果我们真把这个综合练习给搞定了 那么事实上 对这一套东西的整个工作原理 绝对是非常的清楚了 完全能够游刃有余的去运用他们 好 咱们继续来往下走 现在我们就完全可以呢 直接去浏览器里边搜索了 Java发送 Get和Post的请求 当然了 这会收到很多的帖子 很多的文章都会告诉我们怎么做 所以这一点 从技术层面来讲 应该不是问题 那么第二点呢 Java如何维护Session 这个我们要来看一看 或者我们直接搜索JavaSession 好 我们来看 JavaSession详解 这是讲解Session的原理的 JavaWeb学习总结Session 介绍在Web开发中 服务器可以为每个用户创建一个会合对象 这好像不是我们想要的 因为服务器 我们开发的并不是服务器端的程序 我们想要做的是模拟一个客户端 模拟一个浏览器发请求 所以这边 后边的我不再给大家看了 事实上我想告诉大家 是我们的这个搜索关键制是不对的 咱们得有一个判断 因为我们并不是开发服务器端的程序 怎么样去生成Session和维护一个Session 我们要做的是模拟 模拟一个浏览器 然后给服务器发请求 同时把服务器返回给我们的这个Session变量 把它只给获取到 所以确切来说 我们搜索的不应该是JavaSession 我们应该搜索的是Java 获取Session 变量 好 如果获取Session当中的值等等等等 这里边或许呢 就会有一些可以用的东西了 好 继续 细节啊 我们先不打开看了 先有这个概念 当我们去收拾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可能会走很多弯路 但事实上呢 我觉得这种弯路走的是值得的 因为呢 它会让我们一方面 其实在我们去寻找答案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呢 学习到更多其他我们之前并不知道的知识 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 咱们呢 也会有慢慢的形成一种判断力 到底这个东西是不是我想要的 我这边呢 整个这个过程啊 我就暂时先忽略了 我呢 现在直接给大家讲 我个人的思路啊 或者说我们啊 标准的思路应该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回到咱们的HP Watch来 到这 我们呢 基于这个请求来做分析就可以了啊 其实呢 这才是回归事物的本质 解决问题的最根本的方法 网上的答案千差万别 很多很多啊 我们其实有时候容易迷失在这些不同的这个答案当中 我们来看啊 静下心来分析 当我们提交登录这个请求以后 左边是请求 当然请求的真文呢 就是我们的用户名和密码 这是我们请求的真文 那这边有用户名 密码 但还有其他的一些字端的字 这个没有问题 一旦请求提交并且用户名和密码正确的话呢 服务器就会在这个响应当中啊 这就是我们讲的所有的响应 服务器会在这个响应当中 生成这样的一些质 生成了这样一些质以后 在下面的一个请求 紧挨招的下一个请求 我们呢 又会把这些质用于请求当中啊 注意这边有个前后关系 在这个请求之前 在迫使请求之前 我们的这个请求里边是没有别的东西的 当我们登录成功了以后 服务器都返回给我们一些变量了以后 那么我们下一个请求 他就会把获取到的这些变量和值呢 再通过请求发回给服务器端 所以就是说这个过程是怎样的 服务器先给我 然后呢 我又给服务器啊 这样呢 就可以双方互相有这个保持这个状态的验证了 那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其实我们呢 只要想办法能够获取到这个值就可以了 那这个值怎么获取呢 那再进一步 这个第二点呢 我们又继续再深化下去了 第一个 第一步啊 想办法 获取到 变量的和值 变量名称我们也要获取到 因为我们也不确定变量名称到底是怎样的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获取到变量和值 那这个怎么来获取呢 继续再分析啊 再想 我们当我们发送一个请求出去以后 服务器端给我们的就是一长串的响应 那么这个响应呢 本身其实它也是一些文本 它也是一些纯粹的文字 所以呢 我们是否可以考虑 用Java把这个响应呢 当做一个比较长的文本 或者说一个比较长的字符串来处理 然后呢 我们再利用字符串的一些处理的这个方法 把里边的东西给过滤出来 那比较说这个是我们想要的 这啊 这个文的user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来再想办法把它处理回来 好 来看一看啊 这样的方法是否有可行性 用Java呢 通过字符串处理的方式 对响应的内容进行处理 或者说进行查找 我们呢 从响应里边把这些东西找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找出来了以后 这就登录的这个请求 那么我们在发体的时候 好 这往下看啊 我们找到发体的那个Pose请求 好 在这Pose请求 我们发体的时候呢 主动的再把这个 windowuser这些纸再发给服务器短 告诉他 我其实是已经登录过的用户 这后边是发体的一些证文的内容啊 咱们先不用去管他 想办法先找到他 从服务器的响应当中找 找到了以后呢 再把它附到我们的请求当中 发回给服务器 OK 这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呢 就可以把它理解为啊 Java的字符串 处理操作 好 这样呢 咱们就把这个整个这个技术过程呢 做了一个逐步的分解 怎么去发送get请求和Pose请求 怎么去从响应当中对内容进行查找 并把吵召的内容呢 找作为请求 再发回给服务器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怎么发请求了 所以把这个内容作为请求发呢 这边也没什么技术问题 那是更细节的一个问题 就是咱们 怎么样 灵活的使用Java的一些字符串处理函数 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些内容找到 好 从技术层面来讲 基本上啊 我们能够如果说我们自己分析 能够分析到这个层面 那这个问题的解决基本上就没有任何难度了 那么刚开始呢 咱们可能并没有办法想的这么细 那也没有关系 我们呢 其实就通过去寻找答案的过程 慢慢的也会啊 往这个正确的方向上靠 OK 技术层面的分析呢 咱们就先到这 那么 这一个玩 听网呢 建议大家按照我们的思路 先尝试着自己去解决一遍 不要只是等着我看我的答案 这样我觉得呢 意义不大 因为我们问题都能够分析清楚了 其实获取答案 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呢 相对来说 反而是比较简单一点的过程 所以建议大家呢 先去自己尝试着做一遍 然后在做的过程当中 你才能真正遇到 你自己的问题是什么 那么在后边结合着 后边的课程呢 一起来消化和巩固它 好 这一课咱们先到这